原标题,墨西哥旅游巴士翻车已至12人遇难事故现场视频截图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,当地时间19日早上,一辆载有多名邮轮乘客的巴士在墨西哥东部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车,造成至少12人死亡,多名乘客受伤。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据墨西哥金塔纳罗澳洲发言人文森特·马丁说,伤者中包括7美国公民和2名瑞典公民。警方尚未确定死者的国籍。 另据当地报道,事故中有约24人受伤。墨西哥交通总局局长普特·霍克·西瑞·森安德普说,伤者已被转移到巴卡拉尔·巴卡尔和切图马尔·赦丘莫的医院。 据报道,这辆大巴车从一艘皇家加勒比邮轮接到乘客,然后在前往坎坤以南约110英里的马尼亚遗址的途中发生事故。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已确认其乘客乘坐的巴士发生车祸事故。